昔日恩爱的桌球CP 江洪杰和福源爱 自从小爱2020年底 回到日本后 全部变了调 最终两人在去年7月 联合发布离婚声明 宣告5年婚姻 正式画下句点 而灰灯后的生活 两人似乎都相当忙碌 小杰全新投入 全明星的录制下班后 又立马回到1.2的爸爸日常 而远在日本的福源爱 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回台 那孩子仅透过视讯方式联系 让外界揣测是不是在日本 已有稳定交往的对象 小爱自从被日媒拍到 与神寺大古祥评的横冰男约会 就屡次传出两人同居 在婚的传言 近日根据日媒flash报道 福源爱的闺蜜爆料 小爱曾在一月聚餐时 带上横冰男 趁城南方离开座位时 松口和在场闺蜜宣布 要和新婚结婚了 提及前妇则笑着说 总算可以离婚了 只字未提议在台的孩子 让友人相当傻眼 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很让人惊讶 据报道内容 闺蜜形容男方 是一位绅士温柔和善的男子 两人似乎爱着甜蜜 已有结婚的打算 但在台的小结也不孤单 2月14号 情人节晒出前世情人的视角 也引来大票粉丝大赞 好帅 情人节快乐 不管如何 还是祝福两人好聚好散 来啦 你要送爸爸什么东西 我要送你一个东西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